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见证了淘宝的一个变迁历史 十年前在淘宝上买东西的时候呢 可能是因为它便宜 它新鲜 然后呢 当时好像很少有店铺是包邮的 十年以后呢 基本上没有店铺不包邮了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 在上面开自己的官方指引店 开旗舰店 所以我们的购物习惯也变成越来越多的东西 就是有旗舰店的话都会从淘宝旗舰店上购买 它的活动呢 它的态度呢 也不会像线下专柜那么冷漠 所以影响了咱们的购物习惯吧 但今天我跟大家安利的内容呢 这些我自己70%的东西会从这些旗舰店上购买 但是我今天我相信这70%咱们大家是心照不宣的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不提了 大家一起在上市一当天在那些企业店好好过手 我现在聊的是剩下我买的非旗舰店类的那30%的店铺 常买的有哪些 我自己呢主要分五个类别 是代购类 服装 穿搭 鞋包类 还有这个吃的 宠物的和家居的这五类 每类呢给大家总结了几到十几个店铺 加起来一共有大概50个左右的店铺 很多是我这些年积累的 常常购买的 有个别我没有买过 是因为这个类别的东西不缺 一旦缺的话我已经储备很久了 从这家店下手 所以请大家拿起你们的手机 跟我一起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这一类店铺呢 随着现在可能海淘比较发达吧 是最真假难辨的 我自己呢基本上从旗舰店上购买比较方便的 都尽量从旗舰店去购买 因为你有活动的时候它的那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我今天想聊的就是 不是旗舰店能购买的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身边的朋友在做代购的话 有哪些代购是我自己在淘宝上常找的 首先第一家呢是一家日带 它家的店铺名字叫东京小店日带 我待会把信息都放在这边 这家店铺的特点呢 就是它没有一些日系的平价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从日本直游过来的 你购物要买3000块钱才能包邮 如果不买3000块钱的话 是你自己需要支付70块钱的邮费的 就决定了你在它家购物的起点会比较高 但是它家的东西呢 我觉得相对有保障一些 上新速度也很快 有一些限量啊 或者它家没有上的东西 我觉得老板讲它也是可以帮你买的 然后第二家呢 还是一家日带 叫小麻袋日本代购 它跟之前那家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它不是日本直游的 再有一个我会上这家买的 其实只有一类东西 就是白凤堂的刷子 白凤堂的刷子呢 我看它家是在淘宝上走的量比较多的 这里突然插播一则免责声明 这些呢只是我个人购买经验 那我也不是一个鉴定专家 我也没有卖过这些产品 我不能说我认为是真的 它就百分之百是真的 我只能告诉大家 我自己在这些店购买过 购买完以后呢 我自己对这样产品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大家自己作为参考 然后买不买决定全在你们 好吧 好那接着说吧 这个小麻袋日本代购呢 它在白凤堂刷子各种套装 种类非常多 我一般如果想考虑出白凤堂的那把刷子 我都不许大家看一看 接下来呢 是几家 这些基本上都是欧美的代购了 首先要跟大家推荐一个英国代购 它的名字我之前视频中有提过 叫左代代 新来买的苏库啊 CT啊什么什么 他们家都有都会上 价格比较适中 发购速度也比较快 我买过几次 自己还挺满意的 会上一些超值的小众的套装 剩下呢是两家很有名的店 是如鱼美国便利店和BB基脸 代王家 如鱼美国便利店呢 它之前有这个假货纠纷啊 我自己在那个时代 没有在他们家店买过东西 我第一次在他们家店买东西 应该是2016年 2016年到现在为止呢 我买过的东西 我自己的使用感受 我觉得都是好的 有一些我是在专会买过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没有问题 有一些我自己没有在专会买过 但从这个东西来讲 我觉得它是好用的 所以这个就是 自己去掂量吧 我自己是马来在他们家买的 他们家呢 大部分的东西 都是一些欧美的 平价的 开价的这样的东西 也会有一些价格适中的 功能比较强的 可能在YouTube上比较火的东西 但是在国内还没有火起来的 这些比较多 接下来再聊BBG店代王家呢 就是 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代购店 它卖什么什么火 它家的东西 很多东西 真的是一个东西都非常难求 你需要定时定点去抢的那一种 我从他们家买过几次东西 都挺满意的各方面 所以也推荐给大家 我知道有很多微博上的美妆博主 也都是从他们家买东西的 接下来提到这两家店 就不得不提这家店叫K灰灰 这家店的特色 就是有时候你如果代王家 或者容易加某些紧俏的东西 特别难抢的话 这个K灰灰也是会上的 上的价格呢 跟这个代王和如鸣家的价格 都会相似 因为这两家价格都是比较低嘛 这个价格也相似 然后店铺做的也比较清新 寡欲 不会有很多的赘述啊 你一定要买啊 快来抢啊 特惠啊 之类的不会有 就是很简单 你买就买就买就买 这种 所以我很爱在这家买东西 还有一家呢 是我自己发现的 一家很小的店 叫可乐的海外代购铺 他们家的东西就是一些 通常啊 买过就是一些比较常规的东西 Colourpop的 MAC啦 利用支援啦 这些东西 包括Pimer West 我也在他们家买过 我自己觉得是还不错 然后呢 店主人也很好 因为它是小店嘛 有时候上的东西 它囤几个 像特别火的那个 Pimer West那个 三只小广红套装 可能很多大店就抢光了 但这种小店 它还是有的 接下来还有一家店 就是做的特别有 自己的风格吧 叫小八爪的店 它会有一些日系的 也会有一些欧美的 它拿到代理权的 也会有一些 就是很火的东西 然后呢 它每个店铺的宝贝 它都会自己再拍照 有一个自己的风格 然后呢 他们家的东西 主要是以护肤品为主了 主要都是护肤品 然后给人的感觉 就是看起来 界面很清晰 很舒服 就是你如果在他们家 购物过一次 对这家的印象 还会蛮深刻的那种 接下来呢 一家来自卖北美的 彩妆的一家店 叫北美友好货 它固定就卖那几个牌子 主要是 Tart啦 Pimer West啦 Two Faced啦 等等等等 就是在北美 可能近期很热销的产品 这几个品牌 基本上一上新 它那边就会更新 一上新它就会更新 然后页面做的 也是比较精美 会把官网的一些广告 咱们在大陆不方便查看 它都会翻过来 你也可以看这个样子 价格呢 就是适中 还有这个是 我的好记友案例 给我的叫 兔妈美食生活馆 它推荐我可以在上面 买吸尘器 我是打算双十一 去买一个戴森的吸尘器 看一下戴森的那个旗舰店 会不会有什么好的活动 把它这家店作为一个储备 他们家呢 就是会有一些 美国的日用品啊 保健品啊 这样子服装啊 小孩子东西 一些东西 是比较生活化的 一家代购店 接下来呢 还要给大家推荐一家店 叫 纯串美国免税周代购 他家呢 都是这个老板纯串 他用的真正有功效 觉得好的一些护肤品 才会放在他家店里卖 通常呢 这些护肤品 大部分都是 功效大于价格的 所以我还蛮喜欢 这种方式的 接下来就是 代购呢 要跟大家推荐的最后一家叫 叶子美国代购批发 他主要是一些 在中国相对于 比较小众的 几个品牌的面膜 这几个品牌的面膜 你可以在他们家买正装 也可以买分装 去试一试 因为这几个品牌 在中国的销量并不高 所以我觉得 有假货的可能性 就会比较小 但这几个呢 可能是一些 就像互货博主 强推的一些 你没有购买途径 你自己海淘买回来 那么大一罐 就挺贵的 我觉得他们家 能卖分装 让你体验体验 是一个很好的购买途径 接下来 要跟大家推荐的 一个叫 对不起啊 我可能自己胡念的 一个叫 Candy LaVe奶糖派 就是如果你的胸 比较 大的话 这家店的胸罩 它的杯也比较大 如果有大胸妹子 有这个困扰 不知道哪有 那么大的一个碗 能把你兜住的话 可以去这家店看看 不是说知道的 多么好吧 但是至少是还可以 然后呢 样子是比较 少女系的那种 第二个叫 Jojo Z 时髦时穿 这家店 比较照我喜欢的是 有很多适合秋冬 那种温暖的颜色的 然后 样子很简单 是一些靠剪裁 或者质地取胜的 一些衬衣 价格都很便宜 大部分都在 对不起 我留给你了 大部分价格都在 100到200块钱 然后如果你喜欢 各种各样衬衣 比较能凸件 女人们的那种衣服的话 可以一步去他们家看看 接下来这家店铺 叫Q姐的小铺 它呢 主要是你可以自己定制 一些基本款的 短袖T恤啦 然后长袖T恤啦 这种类似的衣服 你可以放上 自己家狗狗的图案 可以放你做一个 自己的那种 你知道我们大部分人 是没有能力 生产自己品牌 但是你可以定制上 一两件 自己表明自己的态度啊 自己想要上面有的话啊 按照自己的风格 去定制一两件T恤 这样子 接下来这家店呢 叫Mikas 它呢 是一家卖 可能时尚一点 价格又比较便宜的 情侣装 不是像以前的那种 传统情侣装吧 就是男生女生穿的一样的啊 都是怎么怎么 什么老公老婆 什么主子 什么奴才那种 不是那种 都是有设计的 男女不同款 但是有同样的一个元素的 这样的一个情侣装 推荐给小情侣们 想秀人爱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呢 是一双女鞋店 叫73 hours 它家的女鞋 其实不便宜 但是它的设计 我觉得并不比一些大牌丑 有很多明星 也会穿他们家的一些鞋 样子是非常好看的 还有推荐给大家 另一家女鞋店 叫Town 这家鞋的店 要比刚才那个73 hours 稍微便宜一些 设计呢 更加简单 干练一些 我觉得也特别的好看 接下来要跟大家 推荐两家店 这两家店 我觉得都特别适合 给自己的妈妈买一些 他们那个年龄 会比较喜欢 还有就是质地 也比较好的衣服 一家呢 是叫做VOA 他们家全是卖真丝 他们家的重磅真丝 手感很好 如果你想给自己的妈妈 和婆婆买衣服的话 可以去这家店看一看 然后还有另一家店 叫鱼 三点水 大鱼的那个鱼 那家店的衣服 是我妈和我婆婆 都疯狂喜欢的一家店 它是有很多实体店的 它既然店 如果你想在网上外地 给自己的父母亲 一份心意的话 可以去看看 这家店的女装 接下来这家店 叫一一家旗袍定制批发 这家店的风格 主要是一些比较适合 咱们年纪小一点的人 穿的那种 又很好看的那种 阳春白雪的那种小旗袍 可以定制 按照你的尺寸定做啊 然后也可以 有冬天的啊 毛毛领的啊 有夏天的 反正看起来 就特别特别喜欢 虽然他们家呢 我还一件都没有买过 但我打算 如果能设下来的话 想去买上两件 接下来这家店 叫文轩 我是西装控 就是各种各样版型的西装 通常比较常见的版型的西装 在他们家是没有的 如果你想要有一些个性 有一些设计感 有一些自己风格 酷酷的西装 那他们家也许 你能挑到合适的 剩下这家店 叫什么 叫我就念不出来 叫XXX日本直送 它就是日本 可能比较 在日本当地 比较火的一些年轻人爱穿的牌子 类似于什么Snadle这种 它就是这些店的 专门的代购 然后那些店 一上新衣服 它这边也会及时更新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 看看一些 日文小哥哥小姐姐 爱穿的衣服 接下来有这家 叫好奇小姐的内衣店 就是卖一些火辣 性感 让男朋友和老公喷血的 然后Rara Max 这家店呢 它的衣服不算便宜 但是我觉得设计的 蛮好看的 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它很多衣服 看起来很好看 有点那个 猫和客户 那个品牌的风格 但是它要挑款 它有些款上升效果 会非常大牌 它有些款上升效果 会非常的low 所以大家多看看 我觉得它的设计是好的 大家多看看评价吧 那一款的 接下来我还蛮爱买的一家店 叫1313 Cool Lady 就是比较运动 酷的那种风格吧 有一些 运动装上 有一些俏皮的设计 这样 然后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 交上两家童装店 这个童装啊 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什么 买童装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买童装的需求是 比如说你家里的亲戚 还有你身边的朋友 他们生宝宝了 你想去给他送一个什么 新生儿的礼物 就是你们的关系 如果是 不是适合给红包的那种 或者除了红包以外 是要给上一个小礼物的话 我觉得这家特别适合 给新生的小宝宝买一个礼物 一家叫 MOMA 英童 然后它是会有一些 小孩的衣服 还都挺好看的 然后呢 还会有一些小礼盒 一个小篮子 这个新生儿套装 搭配好的 特别好看 接下来给他推荐的 叫TOM BABY 如果你是有送 新生儿礼物这个需求的话 这家更合适 它是有各种各样包装的 小篮子 小盒子 小箱子 小包包的 一包一包可爱的 少男少女的 那个这是少男少女的 小衣服 送给别人 别人可能也会很喜欢 你就像 雕来小飞象的那只大鹤一样 雕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呢 我本子上记载了很多的 是这个家具用品店 我自己平时马上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我都挺喜欢看家具用品的 喜欢一些好看 但是不使用的 也喜欢一些使用 但是不好看的 在这里 我都会总汇报给大家 第一家叫居寒家居 它家卖的就是一些 感觉比较森林气息 比较文艺气息的这种 粘麻之地 或者木材之地的这种 好像过度曝光 不要这样曝光我的脸 有没有好一点 因为可能不是 这个相机的问题 是这会儿 现在是正午阳光 12点的阳光 我今天为了光好 7点多就起来了 收拾了遛狗 吃饭 正午阳光 终于照着在我的脸上 我的脸太强劲了 话说回来 这个居寒家具 就是卖一些这种 花啊 花瓶啊 这些 但是它是偏森系的一些 可能比较有意境的 设计师花束这种摆设 然后呢 要跟大家推荐的 叫野木1978品牌店 这家店主要是卖一些 柜子啊 像这种架子啊 像家里摆的这种东西 他们家的价格 讲真的在同类里面 并不便宜 但如果你家里正好装修 就想有一个这种 好的材质 不怎么上漆的 这种不同的东西 又很结实 又有一些设计感的话 尤其是喜欢那种 美式风格啊 或者新中式的这种 产品风格的话 我觉得可以上这家看一看 物生物这家店呢 我觉得特别适合 学生党或者年轻人 刚自己住的时候 买一些不要去追求 什么扇博士啊 虎牌那些东西贵死了 你就可以买 在物生物买它的焖烧罐 它的保温杯 它的小水壶 它的小油壶 都特别好看又好弄 价格又特别良心 然后再跟大家推荐一家 专门卖地毯的店 叫麦克罗伊旗舰店 它呢 其实淘宝上就是 线下什么元素火 把这个元素做成 线下很火的这种 时尚类的地毯的店 有很多 我都没有给大家推荐 我推荐这家店的原因 是因为 你如果家里要装修 或者想要一个材质 好一点的地毯 或者你想要一些 特殊尺寸 特殊花纹的地毯 它们家都可以定制 而不是那种快销的 今年流行什么 大扩业 它又硬扩业 去年流行火烈鸟 它又硬地毯的硬火烈鸟 我觉得我不想要 这种快销的家具品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 这家店叫纳索 它主要也是卖一些 家具的摆件 像果盘啊 小桌子啊 小筐子啊 小镜子啊 小屏风啊 还有特点 都是比较那种硬子风的 金色啊 大理石啊 铁翼啊 这种感觉的 如果放着拍照 是那种新冷淡的装修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价格 它这家东西 也不是特别贵 不与手绘这家店呢 关注的人非常非常少 我是我家自己 要买桌旗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这家店 其实桌旗呢 你自己想买的话 网上有无数种桌旗 你可以选择 但是这家店是可以 它是一笔一笔给你画的 然后呢 老板人也特别好 那个你有什么花 你也可以发给他 请他帮你画 然后他用的那个颜料呢 也挺能经得起 那个运斗运 也经得起洗衣机 我从他们家买过 两个桌旗 自己都特别特别喜欢 所以也想推荐给大家 如果喜欢这种 比较寡淡产意的风格的时候 会桌旗的话 可以去试试桌布的话也可以 接下来呢 有一个很好看的餐具的网店 叫瓷农生活家 他们家的那个餐具 哎呀 一套一套的 干干净净的 不是那种特别花哨 或是一下火遍全网的那种家具 它都不是 它就是干干净净 好好看看的 看起来很高级的在那边 接下来我跟大家推荐的 这个叫百合灯食总会 这家店呢 就是它的装修 比较偏向于工厂店的那种风格 就是店铺 电子装修 不是说一眼看净净会特别喜欢 但是实用挂的 就是如果你买的这种柜子 或者任何地方 你没有预先在家里装修的时候 留上一些线楼 然后柜子里亮灯的话 他们家呢 是会有一些后来 你可以插电的这种柜内的贴的灯 和放电池的这种贴的灯 适合小空间照亮的 这种实用性的灯具配件 然后Zoser这家店的那个床品 我真的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 样板间本间的感觉 然后材质也都特别好 很少有看起来很俗啊 很不喜欢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 我在某些视频中也说过啊 但我还是在跟大家推荐里面 叫上海依然家具 如果是一些小件 他们家就是一个宜家代购 宜家什么时候特价了呢 小件它会多囤一些 当宜家这东西不特价了 你还是能在他们家买到 特价的宜家的宝贝 然后呢 你像有一些小件 我懒得跑宜家一趟 我也会从他家买 然后呢 如果你是在外地 没有宜家家具 这个网店去购买了 接下来这个叫 雅西莱地家坊 他们家是一家卖窗帘的 他们家的窗帘真的很漂亮 也是那种非常雍容 非常华丽的样板间风 如果你一整套都买 他们家窗帘出来的效果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他们家窗帘非常精美 非常有质感 接下来这家店叫 五湖日本进口家具 这是我很常用的 很常逛的一家 实用的家里的这种 小的日用品的小配件啊 小收纳啊 小清洁用品啊 去逛的一家店 还有一家店也是类似的 叫上海华光日用 也是这一类的东西 我会总经常逛 买一些小东西 有的挺好用的 挺实用的 也特别好逛 接下来就是吃的 吃的我跟你讲 你们应该当下没想到 我推荐的其实不是特别多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吃的这个东西 实品安全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啊 我建议大家还是找一些 大的旗舰店 然后比较有保障 比较有销量的店 去购买 因为病从口入嘛 这种好多小店 如果不正规的话 你也不知道它没有健康症 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传染病 那病从口入吃进去的话 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然后设想这几家店呢 都是我自己非常常逛的 也推荐给大家的 第一家店真的是实用性啊 叫美味十足食品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 有在家做饭需求 但你又不会做饭 你经常叫外卖的话 我觉得还 你真的需要关注他们家了 他们家 你们知不知道 饿了妈上面 很多外卖 都是那种临时开的 平时根本不会去有人吃的 所有东西都是用 冷冻的半成品 给你做的那种 像飞机餐一样的饭 很多外卖店都是这样的 那你与其那样子 你还不如在他们家 买点这种半成品的冷冻制品 自己在家做呢 做出来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你还能少 自己用好一点的油 不过它那个环节 还省点钱是不是 啥时候想吃 就能够冰箱拿出来 炸不炸不烤不烤不就吃了 接下来这个呢 是一个蛋糕店 这个是我跟他们家 买蛋糕好几年了 叫U-time旗舰店 它在有 好像有两个城市 是温州吗 温州和杭州吗 还是温州那边 是有实体店的 他们家实体店我没有去过 但蛋糕是蛮好吃的 有不少款可以顺风 而且它是好几年以前 就这种比较创意 比较新式的蛋糕 还没有的时候 他们家就已经有了 推荐给大家去试一试 还有呢 要推荐一个叫 原食铺 这原食铺最出名的呀 就是蛋黄酥 我比较喜欢这个店的风格 就是它一共啊 你看划了一下 一共就几个宝贝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 是只能会员购买的 其实就是几种蛋黄酥 两三种饼干 没了 没有其他的东西 我喜欢这种 只做几种产品 要东西做精的店 他们家蛋黄酥 我买过也确实味道挺不错的 然后说到蛋黄酥呢 除了大热的那几家 另一家可以给大家推荐 就是男食罩 男食罩呢 就是感觉哇 感觉就是日食纪的老刀 世界上的另一个 日食纪的老刀 自己开了一家网店的 那种感觉 真的 买他们家东西 有种疑猬购买的感觉 当然不是老刀本人开的啊 就是那种感觉 你们懂的 他们家的大宝酥 也是大宝酥 还有一些小点心 小面条小酱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看 看起来蛮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实用的 买点面包蛋糕什么的 像那种老字号的感觉 但是网店叫 祥波西点园 其实我自己在他们家 买过的次数不是很多 但是好像 他也算一个很网红的店吧 所以一起推荐给大家 然后我跟大家 推荐一家店 哇 他的粉丝数很少很少 他的东西销量也很低 但他们的东西 真的是有点好吃 叫南充锅灰凉粉香味店 我的妈呀 如果你是爱吃锅灰 加凉粉的人 像上次我从成都回来 就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这种人的话 或者你没有吃过锅灰 加两份 但是你能吃辣的话 麻烦从他们家 买一下试一试好吗 真的会惊到你 太好吃了 如果你有烤箱的话 把那个锅灰烤一烤 复原度就真的是 极其之高 除了我都流鼻涕了 接下来是我推荐起来 比较得心应手的 几家宠物店 一个叫白猪商店 特别适合 这些白胖胖的小动物们 他们家呢就是 其实他们家卖东西的对象 主要针对于猫 但猫跟狗的好的东西 能推通用的 他们家卖一些小零食啊 像这种小营养膏啊 像草球子啊 小啥东西 我感觉看起来的感觉 是蛮好的 然后我自己买过两次 反正那个猫的东西 我们家狗也吃啊 猫抓把他也抓 所以我就想推荐给大家 蛮通用的一家店 剩下这个叫皮蛋旗舰店 这个皮蛋旗舰店 它的特色就是 是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的 然后设计是很简单 但是有设计感的那种 小的猫狗窝啊 也是能过的 然后一些小的猫抓板啊 小的蚕食蚕啊 反正看起来是蛮好看的 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我打算下载 再买点猫泵盒 给我们家狗吸一吸 接下来是一个 我推荐过很多次 对一家食用型店铺 一宠洞宝 每年我家狗的屈虫药啊 我都会从他们家买 而且他们家通常 双11双12618指的 有非常惊人 非常惊人的买赠活动 剩下这家店 叫查尼宠物定制店 就如果你想折腾折腾 玩一玩 你们家的猫和狗 给它带个小微博 小帽小嘴套 小抓套什么的 这家店呢 就是可以定制一些 这种小的可爱的 宠物手工制品 微博微嘴啥的 我觉得特别可爱 特别适合买回来 给主子们拍拍照什么的 然后接下来的这家店 叫尼克杂货屋 主要是一些猫猫狗狗的 也是一些小用品啊什么的 以前我曾经在他家店 买到了我最喜欢 给我家狗用的那个 沐浴液 但是现在那款沐浴液没了 但是他们家店 买的什么 喷狗耳朵的药水 我也挺喜欢的 接下来这家叫 狗狗旗舰店 就是卖一些 宠物的小衣服呀 都是织的特别平整 那种小毛背心 化妆成小恐龙啊 小鸡子呀 小微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可爱 然后 嗓子都干哑了 那这期呢 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 就差不多推荐完了 把我自己私藏的一些 好店呢 也倾囊而兔 奉献给了大家 那我们以后 希望那些 70%的旗舰店 我们也是心照不宣的购买 然后呢 这30% 我也真心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 对大家有点帮助吧 然后呢 跟大家预告一下 下期的内容 下期我会汇总一些 10月20号 预售下手 比较超值的东西 但是 10月20号是周六 如果那天更新的话 大家可能会有点来不及看 我应该会提前到 10月19号 应该就是周五 下午或者晚上 更新下一期的 双十一公月内容 到时候麻烦大家 关注一下吧 然后我的这期 店铺推荐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不要忘记关注我 不要忘记 给我引下浓浓 那就谢谢大家的观看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